我們也衷心期盼 疫情能夠在各國通力合作之下 盡早獲得控制 讓明年夏天的奧運可以順利圓滿進行 到那個時候 臺灣政府和人民也會全力支持 支援明年的東京奧運順利舉辦 期待臺日友好繼續深化 謝謝大家 在過去的這段期間 就跟各位貴賓一樣 有很多臺灣人民特別到臺北賓館 向李前總統表達敬意 李前總統帶領了臺灣走出威權的統治 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 受到臺灣人民的感念與感謝 眾所周知 李前總統非常注重臺日的關係 即便在卸任之後 他也是致力於促進臺日的友好 這幾年臺日關係也因為李前總統 跟各位共同的勇力 大幅地提升 不論是彼此附訪的觀光人數 或者是國民之間的好感度 都常正向地在成長 比如我的推特 有時候會以日文法文 得到日本網友的回響 那麼前幾天我上了日本漫畫雜誌的封面 這也讓我覺得滿意外的 我也注意到 全裕泰代表經常在Facebook上用中文 平時懇切地講述到他所見聞的事情 相信這些都代表了台日關係 無論是在網路上或在現實的生活上 都不斷地在升華進步當中 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 台日之間有很多官方的合作 無論是鑽石、公主號、秘魯、印度、斐濟 跟俄羅斯的包機等等 都一次一次的見證台日之間深厚的友誼 那麼接下來 我們有兩位滯留在Touravu的日本朋友 要回國 我們也很樂意提供協助 那麼藉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安倍晉商首相 麻生太郎副首相 菅義偉官房長官 以及茂木敏充外務大臣 多次在各種場合 為台灣參與WHA仗義之言 目前的疫情仍在擴散當中 我也希望台灣和日本 能夠就疫情的資訊 能夠分享 疫苗藥品的研發 還有醫療專家交流等項目 能有更多合作的空間 那麼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本應該正在舉辦中的東京奧運 因此而延期 相信許多好朋友都覺得很遺憾 尤其是身為東奧組織會長的 生前首相 為奧運的舉辦 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我們也衷心的期盼 疫情能夠在各國通力合作之下 盡早的獲得控制 讓明年夏天的奧運 可以順利圓滿的進行 到那個時候 台灣的政府跟人民也會全力的支持 跟支援明年的東京奧運順利的舉辦 期待台日友好繼續的升華 謝謝大家